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这个题目是 2015年 青少年程式杯数学竞赛 好那一样呢如果你想要自己先想的话呢可以先把影片按暂停 好这个题目是这样的 假设有一个数列an 满足 第一项 A1等于1 第二项A2等于2 第三项A3等于6 第四项A4等于24 若他满足这个数值 an加2乘以an减2等于an加1的平方 其中n为正整数且n大于等于3 则这个数值他的答案是多少 好那其实像这样的题目呢 一开始你看到时候会觉得什么 会觉得怪怪的 好像呢看不出任何的关系 不过要记得的一件事情就是 数学竞赛的题目一定要动手 好那这个动手当中呢 你会去从题目所给的这个 相关的式子来思考 到底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好比如说呢 他题目提到n大于等于3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试着写写看 如果n真的带3的话 他会变怎样 好变成是a5 乘以a1 会等于a4的平方 好同理如果我带 a6乘以a2就等于a5的平方 以此类推 好所以呢 题目所给的关系式是像这个样子的 好那现在呢 题目所考的是什么 a104 除以 a103 乘以a102 乘以a101 好那从这个题目当中所给这个式子呢 我们到底要如何往下进行 好那我们就回到刚刚这个式子 有没有发现这个式子当中呢 等号的左边 这两个数 他必须要相差4 可是题目当中所给的这些数字呢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那现在表示什么 我们要去帮他补 那怎么补呢 显然他希望你补分子 为什么 因为分子已经是a104了 如果帮他补一个a100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时候他就真的差4 那我上面补a100 我底下也跟着补a100就可以了 好那补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式子变成什么样子 好上面变什么 a104乘以a100 好按照刚刚题目当中所给的这个式子 我知道 a104乘以a100会等于什么 a103的平方 好那底下呢 我就照抄 好 a103 a102 a101 a100 就我们发现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为什么是对的 因为我们赫兰发现呢 这个时候 上面的a100的平方 对不起 a103的平方 跟底下的a103 可以约掉 所以变什么 a103 除以a102 a101 a100 有没有发现 跟原本题目当中所给的关系是 很像 怎么样很像 分子 分母 刚好呈现什么 4 3 2 1 而这里呢 分子 分母 刚好是 3 2 1 0 所以你可不可以想象 待会我上下后面都乘上什么 a99 然后呢 又约掉 好那继续 往下 往下 一直这样往下做 所以呢 这个题目其实就是告诉你 你只要把题目当中所给的这个关系是 把它带进来 随着你把它带进来过程当中他就会不断的约不断的约 而且分子分母 刚好是连续的四个整数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一直往下做往下做 到最后一步 连续的四个整数 所以是什么 A4 A3 A2 A1 这时候你会恍然大悟 难怪题目告诉我 A1 A2 A3 A4 所以把它带进来 A4 A4 A3 A6 A2 A2 A1 所以答案是2 好 你刚刚有想出来吗 其实像这样的题目呢 不管有没有见过 你一定要记得 数学竞赛的题目就是 题目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一这样的一个形式 动一动 动一动 自然而然 他就会往下走 绝对不要呢 看着题目发呆 然后笔都没有拿起来动 好 那今天讲到这边 一样的欢迎大家有任何意见呢 都可以一起来加入讨论 也鼓励大家看完影片之后呢 可以帮 帮忙按个赞哦 拜拜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